對比較老一輩的台鐵資源來說 高鐵搞不好是比共匪還要十二不赦的壞人 會這麼恨之入骨 主要原因可能不是高鐵搶走台鐵在西部走廊的客人 而是跟鐵路地下化的建設有關 這次就讓我們繼續台北鐵路地下化的故事 順便了解高鐵到底是哪裡惹怒了台鐵 在之前的影片中 我們講到了台北車站鐵路地下化工程 這個台灣鐵路地下化的起源 因為名稱比較長 在這次的影片裡 會把這項工程簡稱為台北專案 來方便大家理解 而在台北車站正式轉入地下營運之前 延伸工程就已經展開了 1989年啟用的台北專案 只有消除台北市區西邊 特別是中華路沿線的平交道 所以這項工程對於逐漸蓬勃發展的東區來說 可以說是幾乎沒有任何效益 同樣都是身為台北市民 難不成住在東邊的就是二等公民 於是在1988年 行政院正式核定鐵路地下化東沿松山工程專案 將鐵路地下化區間的東端 從華山再延長5.3公里 到松山車站的西側 這項延伸工程後來被簡稱為松山專案 松山專案的施作工程中 其實碰到一個尷尬的問題 那就是全台鐵最大的車輛維修及改裝基地 台北機場就坐落在這個區間 鐵路可以地下化 但是營運的必要設施 可不是每個都有辦法跟著地下化 幾年前台北車站地下化時 周邊的調度場 貨車站遷移到板橋及南港 不過不同的是 這次台北機場反而被規劃保留在原地繼續運作 為了要讓走在地下的火車能夠進入到地面上的台北機場 另外 在台北機場裡面蓋了一條引道來聯絡地下及地面 而雖然松山專案在興建之前 台北接運板南線的計畫就已經出爐 代表台鐵卸下台北市區東西向運輸的重責大任 但仍然跟先前台北車站地下化的時候一樣 採用四線鐵路並行的設計 這方面應該是因為地下化工程開始前 台北到松山的鐵路就已經是採用四線來營運 地下化工程另外增設復興 光復兩座車站 預計可以作為通勤車站使用 當時也有一併設置售票口 廁所等等車站營運的必要設施 不過後來卻始終沒有使用 松山專案的南隧道在1992年完工啟用 不過台北市區的鐵路並不是從那年開始 就全部轉入地下營運 雖然當時一併在台北機場裡面 興建了聯絡地下隧道的引導 然而進出台北機場的列車 主要仍然是靠地面上的鐵路 也因此網路上還有留存一張 1993年捷運木炸線開始試車之後 跟平面台鐵路線合影的照片 等到1994年北隧道跟著完工啟用後 才廢除這條地面上的支線 相較於先前的台北車站地下化 消滅了13座平交道 松山專案雖然長度更長 但10座的區段 大部分都已經有高架橋 或地下道跨越鐵路 沿線的平交道只有7座 不過追翁之翼不再久 松山專案最大的效益在於完成之後 可以在原有的鐵路路廊鋪設搏油 把騰出的空間改建為道路 同時為了解決台北 缺乏能夠聯絡市區內 東西向交通的快速道路路網 在地下化的鐵路上方 再蓋出車型的高架道路 也就是今天的市民大道 以及市民大道高架橋 在松山專案工程進入尾聲時 另一個地下化的計劃跟著展開 成為台北衛星城鎮的板橋 同時也是台北縣政府的所在地 平面鐵路的穿越 同樣造成不少的交通問題 成為下一個鐵路地下化延伸的目的地 1992年新政院核定萬華板橋地區鐵路地下化工程專案 後續簡稱為萬板專案 將地下化區間 從萬華延伸到板橋南邊的南載溝 並且同時施作先前台北專案時 中華路因為平面鐵路仍在營運 而沒有蓋的另外兩線地下化鐵路 不過萬板專案的進行 其實跟10年前的計劃是相互衝突的 當時為了將台北車站埋入地下 把東部幹線的列車基地從台北車站轉移到板橋客車廠 但是板橋客車廠的所在地就位在萬板專案的區間 同樣的客車廠沒辦法被埋到地下 板橋客車廠只好在啟用10年之後再次準備遷移 在1997年替代板橋客車廠的樹林吊車廠完工啟用 樹林車站隨後跟著成為台鐵東部幹線的始發車站 而萬板專案的進行不僅僅只有台鐵參與而已 高鐵在這個時候就已經加入了 雖然高鐵的實際動工在1999年才展開 但1990年開始籌劃的時候 就已經計劃在台北市區裡面設置高鐵的車站 不過因為台北市區在當時就已經相當飽和 從西側來的高鐵勢必會面臨非常大量的拆遷 所以也決定要沿著台鐵的路廊進入台北市區 就這樣萬板專案除了要將台鐵改為地下營運之外 也要施作高鐵未來要行進的路線 並且同時在新的板橋車站預留高鐵使用的月台 也因為未來高鐵會共用這個地下化的區間 萬板專案的執行相較前面兩個工程來說 整體也是複雜了一些 台北專案試做的時候 車站周邊許多設施已經遷移到板橋及南港 因此有比較廣大的站區可以直接向下開挖 到了松山專案 原本地面上鋪設的四線鐵路 先是縮減為三線來營運 橫出鐵路南邊的空間來開挖兩線的南隧道 等到列車切換到地下之後 再開挖北邊的兩線北隧道 而在萬板專案 因為南隧道預計將會由高鐵來做使用 所以勢必要先開挖北隧道 來讓台鐵通行之後 才能開挖南隧道 但是這邊就遇到一個尷尬的問題 那就是先前台北專案時 在中華路開挖的同樣也是北隧道 所以萬華車站東側的引道 自然也是直接通往北隧道 總不可能在使用中的引道下方 再在地下化路段吧 當然在20多年後的日本 有東極東橫線在原地新建引道 直接把鐵路切換到地下的工程案例 不過當年可還沒有這樣的技術 所以在萬華車站這邊 先暫時開挖的南隧道以及引道 也就是說有一段時間 台鐵的列車是走在高鐵的南隧道裡面 等到1999年北隧道延長到板橋的工程完工之後 台北到萬華這個路段 才又走回原本的北隧道 萬板專案在2002年宣告完成 除了將原本的台鐵路線改為地下行駛 消滅沿線的平礁道之外 也跟先前的松山專案一樣 利用鐵路騰出的空間鋪設道路 萬華的路段命名為蒙甲大道 而板橋則是憲明大道 另外也把板橋車站 從現在捷運府中站的位置 搬遷到新板特區 地下化後的板橋車站 以及萬華車站 跟先前的台北車站不同 上方都有聯合開發的規劃 除了有公家單位進出之外 同時也設置商場以及飯店 帶動車站及周邊的商業發展 高鐵在2007年通車之後 也象徵板橋成為第一個 三鐵共購的車站 不過高鐵的出現 同時隱瞞了台鐵後續的營運危機 雖然高鐵在萬板專案新建時就已經加入 但是當時還沒有完全確定在台北的設站位置 直到後來才因為高鐵找不到合適的地點另外設施車站 交通部決定利用當初台北車站地下化時 規劃給捷運化使用的月台 作為高鐵在台北的車站用地 這項決定當然也引發了台鐵的不滿 在2003年第一及第二月台準備移交給高鐵時 引爆了台鐵千人握鬼事件 從此埋下台鐵與高鐵不合的種子 另外一項台鐵與高鐵之間的爭議來自於路線更北端的台北機場 高鐵在1999年動工的時候 就已經確定營運範圍將會越過台北 到達更北邊的南港 並且使用先前松山專案的南隧道 所以台鐵自然也就只能走在北隧道當中 但是台北機場的位置是在整體路線的南側 因此當時是在地下打通南北兩座隧道 從台鐵的北隧道岔出支線穿越南隧道後 連結當初松山專案先建的引道來到地面上的台北機場 不過之後高鐵正式營運 要使用南隧道的時候 不可能還讓台鐵直接穿越高鐵的南隧道往來台北機場 於是後來台鐵決定不再另外新建聯絡用的引道 而是選擇把台北機場遷移到桃園楊梅的富剛 也就是今天的富剛基地 一直到現在高鐵為什麼會使用南隧道 仍然是許多人心中的疑問 如果剛出高鐵使用北隧道 而不是南隧道的話 或許後續就不會有台北機場的存費 台北機場到底要不要列入文資保存等等的爭議 而高鐵也可能改在今天機場捷運的位置 另外設置車站 不會有跟台鐵搶奪台北車站月台的問題 目前有幾個比較可信的說法來解釋 一個是說高鐵當時在台北有考慮過把車站設置在萬隆 另外一個是說高鐵選線的時候 最開始比較受到青睞的方案會在桃園巴德設站 這兩個說法的設站位置都在台鐵路線的南側 自然在萬滿專案的時候就會選擇讓高鐵走南隧道了 還有一個說法是在1991年改建完成的第二大科坎溪橋 也就是今天福州車站西邊跨越大漢溪的橋樑 是蓋在當時舊橋的北側 為了不讓這座剛改建完的橋樑又要再次施工重建 只好讓台鐵走在北隧道 才有辦法對到第二大科坎溪橋 不過緊接著在隔年改建完成的新電溪橋 同樣也是被定位成長久使用的橋樑 才剛啟用就碰上萬版專案的工程 最後使用的時間連10年都不到 如果萬版專案施作的當時 有卡量到後續台北機場問題的話 可能第二大科坎溪橋的改建 也不會是那麼關鍵的原因 而或許整個謎團最終還是要追溯到1983年動工的台北專案 由於台鐵跟高鐵需要的路線進空標準不一樣 可能一開始在中華路下方先蓋好的北隧道 本來就比較窄 使得高鐵沒有辦法利用 只好新開挖規格比較大的南隧道 預留給高鐵使用 這個論點反映在後來高鐵進駐台北車站前 還需要將軌道降挖 才有辦法讓列車開進去 至於松山專案的時候 雖然高鐵計劃還沒有缺頂 但南北兩座隧道都已經採用高鐵可以使用的規格來進行設計了 自然就不會遇到進空標準的問題了 這次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了台北鐵路地下化的松山專案 以及萬板專案 還有高鐵從中途加入之後 衍生出來的問題 而整個故事到這邊還沒有完全結束 所以別忘記要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後續的鐵路地下化續集 也要記得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 高鐵是怎麼跟台鐵結下糧子的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